小姐 不是吧 开车还玩手机 哎 你真的很无聊啊 大马路上还要教书女人 开车玩手机很危险 我这是为她好 哎 你说外卖哪个人 先开吧 千万到路口了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你说女的是有毛病啊 这么提醒你还开这么快 真撞上了 你赔得起车还赔得起人 要不是你 我会加速吗 一个大男人 叽叽歪歪的 哪来的万一啊 你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 我撞得上了吗 哎 对 你赶着投胎啊 小姐 这就是你让我睁大眼睛看的呀 你 你什么你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问题不大 而且她好像不是故意的 要不 算了吧 什么叫不是故意的 她开车玩手机 叫她减速又不听 虽然我认为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 但无论如何 现在的追尾 我全走 我会赔偿你的 喂 你什么意思啊 你倒是说 我要赔多少钱啊 虽然只是挂掉了点期 但是你想赔偿 恐怕有点困难吧 得啊 算我们今天倒霉 来 喂 又干嘛 你们是去彩虹艇吗 关你什么事 我是有原则的人 小灵鸭在你那儿 等我搓到钱我会输回来的 给我个联系方式 不用了 拜托你别缠着我就行 缠着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自恋狂 到底是我自恋 还是你别有所图啊 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会住在彩虹艇的 十八卖民宿 一个月后 带着项链来找我拿钱 项链别弄丢了 哦 还有 别以为开着好车就了不起 我对你这种自恋狂 没兴趣 喂 你 不可理 不知道哪里的怪物